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蚂蚁金服集团旗下的支付宝是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使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但近日在山东有个56岁男子意外引发关注,因为他的真名就叫做支付宝。 更有趣的是他家中的兄弟姐妹分别叫支付顺,支付发,支付花,支付宝本人更宣称曾有阿里巴巴的员工说要安排他跟马云见面。 来自山东一南营后村的56岁大叔近日引发外界热议,因为他的本名就叫支付宝,他在当地开设的商店也叫支付宝商店,店内也接受客人用支付宝付款给支付宝。 支余村子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姓支,加上他这一辈是父自辈,所以他的兄弟姐妹也分别叫支付顺,支付发,支付花。 更好笑的是,这位大叔还笑称曾有阿里巴巴的员工说要安排他跟马云见面,但马云似乎贵人都忘事,到现在两人都还没见过彼此。 其他网友则开玩笑说,这名大叔可能有个表弟,名字叫于俄宝,至于孙子则是可以命名为淘宝。